八十六年前 一段中华民族的苦难时 拉开序幕 这场战争 始于少数人的疯狂 却使无数人 付出了残痛的代价 他叫石元婉儿 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 正是他第一个主张 满猛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 石元婉儿 石元和他的拥顿 执意发动九一八事变 此后不到半年 东北三世 全境沦陷 这场轻易得来的胜利 让亢奋起来的日本 彻底划入了战争的深渊 战火过处 寸寸山河 寸寸雪雷 潘家宇河北风润的一个小村庄 1941年1月25日 1600多名日韦军包围了这里 村民被赶到了提前布置好的屠杀场 地上铺着焦满煤油的松枝柴草 屋顶上架着机关枪 战地记者雷叶 文讯赶到潘家宇 写下了可怖 愤痛的残杀场视察记 院里弥漫着 一片异样恶心的气味 焦布片 人发 尸灰 在北风里玄武 我们有黑烟瓦的鱼钻出来 一位白桃发潘家宇的老姑奶奶 正站在夕阳里 向尸首哀嚎 这仇得爆 28名幸存的潘家宇村民 成立了复仇团 寒味发誓 讨还血战 第二年7月 下令屠村的军官 左左穆尔朗 终于中了复仇团的埋伏 命丧皇权 他死时 因学习潘家宇获得的银制寻章 还赫然待在胸前 如果说 这是一次悲壮反击 那么击毙阿布闺秀的黄图林战役 则记录下中国抗战史上的光辉时刻 1939年秋天 中将阿布闺秀来到太行山扫道 11月7日 八路军发现他的临时指挥部 设在一个农家小院里 炮手连开两套 弹片恰好击毙坐在门口的阿布闺秀 而院里的老百姓 竟毫发无损 数十位日军高级将领 在中国战场运营 他们曾以强横的姿态 奉印征服 这个看似磊落的古老国家 然而最后 不仅没有胜利 还失去了尊严 乃至于生命 1945年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插白旗的吉普车上 坐着的事 恰想代表金锦五夫 脸色贴亲的港村宁次 在投降书上签字 他手一直抖 狼狈的连印章都赶来了 正义可能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1945年至1947年 中国多地成立军事法庭 审判战犯 1948年11月12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正式宣判 七名甲籍战犯 走上交手架 这是一张臭名昭著的合影 1937年 日军青年军官野田毅 和向井敏明 在进军南京的途中 相约以百人为目标 进行杀人比赛 一个杀了105人 一个杀了106人 东京日日新闻 与超纪录的百人展媒体 做了详细报道 东京审判期间 合影与报道 被传回国内 国人义愤填膺 经过重重搜捕 终于在一个小集市上 抓到了摆涕摊的野田毅 向井敏明 也随之落网 二人最终被引渡到中国 接受了正义的审判 1956年 新中国在沈阳太原 公开审判45名日本战犯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 在自己的土地上 独立审判外国侵略者 全体受审战犯 无依赖罪 日军援中将师团长 腾田茂认罪说 日本军国主义 把我变成了痴人的野兽 犯下了滔天罪行 从九一八的悲惨时刻 走到九三胜利 我们走过了英勇悲壮的十四年 历史的铁利争论 多行不义 必自毙 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潮流 不可阻挡 愿硝烟散尽 正乌不休 和平永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